哈囉 大家好 我是滴妹 今天這支影片我希望能夠一整天都吃粉色的食物來去度過 我今天就來到了西門町的唐棋哥德 那我們今天的目標就是至少買到10樣粉色的食物 台灣的唐棋哥德 我從來沒有逛過 今天首次逛 其實今天就是一個快樂購物的時光 這個好可愛喔 這個是草莓耶 那麼少霜耶 可以吃嗎 然後我們馬上下去下一層 因為這層都沒有吃的 原本說10樣 但是後來發現真的太多了 所以擴增到15樣 我說是一整天吃粉紅色的食物 但是我待會我會在一個時段 把這些食物就是都吃過 好了 那我們15樣粉色食品都已經蒐集完畢了 接下來就要去度過我充滿粉色的一天 再15分鐘的新品 就是我們在12月10號剛上架的新品喔 上面呢非常非常多切成丁的大壺草莓 這個奶霜是用我們的招牌鹹奶蓋 還有我們的五墨綠茶打成的冰沙 最後面紅色的這個茶凍呢 是肯亞的紅茶凍 然後它帶有一點花果的香氣 那最後一個最特別的地方就是上面這個我還沒介紹的重要元素 就是敲碎的餅乾 沒錯 我們跟Pepero VN0啦 除了這個奶霜梅梅翠莉之外 我們還會推出兩款中杯的熱飲 一個是抹茶 一個是法夫納可可 那在三杯裡面呢上面都會灑Pepero的巧克力棒 我們草莓的這杯呢就會灑上我們的白巧克力棒 那如果是熱抹茶或是熱可可的話 就會灑上這個杏仁的巧克力棒 如果你購買任意杯 不管是冰沙還是熱飲的話 它都會隨機贈送一盒Pepero給你喔 把蓋子打開 你就可以吃到上面新鮮的草莓 以及我們敲碎的Pepero白巧克力棒 有沒有看到 巧克力棒 脆 草莓 甜 加上鹹奶蓋 三大元素混在一起 有請吃 再來就是我們要把它攪拌下去 把它攪到下面的茶凍 攪拌均勻 顏色超漂亮的耶 嗯 嗯 很好很好 雖然很冰 但是很爽 再15分鐘跟Pepero 聯名合作出的三款飲品 如果有空的話 歡迎來找我們喝飲料 那台灣12月開始 因為政府的環保政策呢 將不會再有PP杯的使用 所以到時候大家來買的時候 就會是拿到我們特別設計過 三款不一樣的紙杯 非常非常可愛 大家也可以來收集一下 就以這個奶霜眉眉翠莉 開啟我們這個被粉紅色圍繞的一天 那我們就馬上開始試吃 剛剛買的東西 蝦餅桑 蝦餅桑呢 是我最看好的選手 顏色一定會跟我的髮色最為接近 融為一體囉 好香喔 我現在吃一口 好吃耶 而且它滿鹹的 超薄的細鹽在外面 它有一點點小小的廣告不實 因為它說它有三色 裡面只有兩色 但是不影響啦 第二位選手 三四年前很紅的 黑雷神 草莓巧克力風味餅乾 哇 這邊就是它的 餅乾跟草莓巧克力混在一起 那下面黑巧克力我可以吃 好 因為頭髮也是 第二位參賽選手 好好吃喔 中間大塊的餅乾 蠻甜的喔 吃了吃了 它的草莓三味 第三位選手 其實就是從小就吃它長大 現在裡面變成是草莓 你看它這個 喔它每個包裝都不一樣耶 很用心耶 好扁喔 裡面中間這個內餡 它不是QQ的耶 它比較像是 MOOSE的感覺 草莓跟巧克力 搭起來的感覺沒有那麼和諧 它這個是會是兩種 巧克力跟草莓 不同方向的味道 裡面真的有粉紅色的醬 沾附在它的麵體 只是會融到水裡面 好 附了一個 蕃茄辣醬的感覺嗎 我先不要加了 我先吃原味 很辣 韓國的辣雞麵那種感覺 但是蠻好吃的 我覺得很有味道 但它這邊寫了韓文 MEPTA 小番茄丁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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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的番茄 湯超濃的 番茄味沒有到很重 哦 真的是油欸 那它辣一下下之後就會稍微 減弱 變溫和 然後你就可以再吃一口 你在吸面的那一瞬間 番茄的香味會 直接這樣盛上來 再來接下來是這個 支育果子嘛 好像從來沒有在頻道上面 玩過支育果子 粉色的 冰淇淋跟塔 還有蛋糕的支育果子 考驗 手藝的時間又到了 我剛剛以了最快的速度 把這個支育果子給完成了 至少有80分 做完應該都會吃吧 還是只有我笨 會真的去吃它 有點難形容的味道 但是它不是糖霜 比較像是馬鈴薯泥 但是又再更黏一點 然後是甜的 我自己是沒有很喜歡的 氧化掉的冰淇淋 我們的爆米花 欸這個顏色 好像也是蠻搭的捏 我對這種爆米花 不會有太大的期待 但它就不是現爆的 咬起來還是會有一種脆脆的口感 基本上它的草莓的味道 是非常非常夠的 超級漂亮的白巧克力的草莓乾 這麼大一包 喔很多欸 欸還不錯欸 做一個殘酷的比較 感覺很酸欸 欸聞起來的味道就有點不太妙 還行喔 這種大顆又漂亮的草莓 就是適合拿來做蛋糕 但是就是有點偏酸的草莓 但還可以接受 再來 因為有點不知道你在吃什麼東西 吃到很後面很後面 才會有巧克力的質感跑出來 中間的這個草莓呢 也不是脆的 咬下去是爛掉的 如果你是想要吃到草莓 不推買這個 頂多是一點點草莓的酸味 果凍蠻大杯的 但是它裡面好像沒有任何的果肉 草莓味好重喔 這一定是有調過的草莓啦 砂糖果糖葡萄糖 濃縮草莓汁濃縮蘋果汁 它的果凍比較不會QQ的感覺 再來就是這個非常可愛的這個 直到我發現這個開了也不是真正的粉紅色 這也太變了吧 我發現它後面有寫 積酸 嘴蜜桃軟糖 外面顏色長這樣 草莓優肉乳 優肉乳總不會讓我失望了吧 真好喝 然後它是零脂肪的 好像比較偏酸一點點 那顏色啊 是比較偏牛奶色 冰淇淋草莓大福 為什麼它上面的顏色會這麼的可怕 它的皮好薄喔 有可能是草莓本人 因為我看到紙了 裡面的冰淇淋很軟欸 但它冰淇淋的面積太多了 皮都在下面了 皮好吃 日清早餐麥片 香喔 好大顆喔 草莓也好大顆喔 超級有誠意欸 一般的草莓肝呢 吃起來應該要是這樣 酥脆就是讚 原來吃起來很香 這個泡牛奶喔 因為會變成草莓味的牛奶 草莓卷 新蛋糕 十個 喔 這很像硬紙燒欸 這是草莓內餡 吃起來有一種蜜的感覺 就是有一個甜味 它會有一點QQ的 跟雞蛋糕很類似 然後草莓醬就點在上面 這個好吃欸 草莓葡萄冰棒 將 非常甜 這好像是唐吉哥德爾他們自己的品牌 薄薄的一片 但至少也是真的草莓 是有味道 草莓香蕉就比較沒有甜 這個是我們今天去那邊買的 發票 總共是 所有的食物吃下來 我的第一名 泡麵 第二名 蝦餅 第三名 雷神 第四名 新蛋糕 然後最後一名 草莓麥片 撇除在這些東西之外 新鮮的草莓 絕對是 塞果 這幾樣呢 就是推薦 是我覺得還不錯 如果你們有發現 就是有其他粉色食物可以吃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今天這支影片差不多到 並且順便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點個贊 訂閱頻道 還可以小鈴鐺 才不能得到 任何一支影片 為了紀念粉色頭髮 的粉色食物影片 成功 謝謝大家 掰掰 一個粉紅色的恐龍欸 這個扭蛋好像比較貴 但是我們就看 我們能不能夠轉到這個 粉紅色的恐龍 我看到這個顏色 然後我就知道不對 完全相反的顏色